来看到新龙牛到底由谁接手球迷好关注 中委员杨秋新居中协调 上午呢和体委会主委戴霞林还有球队的这个领队呢 是南下高雄拜访了一连集团总裁林一手 极有可能是由林一手买下新龙牛 而至于台中市长胡志强连日来其实也是极力的争取 牛队能够留在台中 现在看来可能希望破灭 不过这次的牛队一主案 为其也看成是胡志强和杨秋新人为政坛明星的交力战 提委会主委戴霞林陪同新龙牛球团领队 南下拜访一连集团总裁林一手 一旁的杨秋新满脸笑容 拿牛熊就离开高雄跑掉了 那当然我们很期待啊 期待这个换一只牛回来 所以今天很高兴 居中协调新龙牛一主案 杨秋新显得相当兴奋 一连集团到底会不会接手经营 在这些新龙牛进进攻啊 这个球迷我们这个 我们社会 这个我们会考虑看怎么来跟他 这个因为他每年亏这么多 要怎么样来跟他挑战来谈 你一手强调有兴趣经营球队 但新龙牛的亏损问题也必须要审慎评估 对于高雄一连集团可能接手新龙牛 连日来奔走极力争取 牛队留在大台中的市长 胡志强欲待无奈 新龙牛有人接手 职棒可以维续 这是最高的目标 千万不要搞错 那么台中市当然 在努力之后 没有办法留住这个球队 但是我们会继续支持职棒 杨秋新和胡志强都是政治明星 渴望代表国民党分别投入 2014年大高雄大台中市长选举 这一次一连集团是否买下新龙牛 形同是他们两人间的一次过招 谁将挥出全雷打 已经引发话题 中天新闻林郑雁 陈彦陈广 瑞王月芳 高雄 台中报道